在這裡還是要提醒想要上山賞雪的民眾 車輛一定要加掛雪鏈 目前五嶺通往松雪樓 俗稱水晶宮的路段是積雪結冰了 加上這個鋪度很大 車輛即使掛了前兩輪的雪鏈 還是平平的打滑 警方正在協助排除 而水晶宮爬坡路段的起點 也實施了管制 另一方面 嘉明湖清晨也下起雪來了 包含了這個嘉明湖步道 還有向陽山屋都被雪覆蓋 成了一片銀白世界 而畫面當中是可以看得到嘉明湖 因為這場降雪還有霧氣 是變得更加神秘 這場雪大約在清晨五點多停止 不過因為山上的氣溫偏低 雪是還沒有融化 也提醒要上山的民眾 得要小心安全 至於河歡山的水晶宮 有許多民眾是上山玩雪 不過因為爬坡路段是有積雪 車輛是容易打滑 警方正在排除 公路總局也表示了 到今天下午五點開始 將會預警性的封閉 臺十四甲線翠風道大雨路段 只出不進 提醒大家要特別的留意